首先,我們再選204這一題,按確定 再來的話,把它縮小 開啟PowerPoint 開啟舊檔,找到C疊底下的PPD02這一題 這個腳踏車,第一個的話,江頭影片一一點一下 然後,自由車圖片中白色區域 這個地方白色區域在這裡 白色區域的地方點一下,白色區域改成 與背景同色 自由車圖片中的白色區域 可是你現在點一下,奇怪點不到白色,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群組,所以你必須做一個動作叫什麼呢? 取消群組 取消群組 然後 好,是 再來,再點一次 還是點不到,為什麼? 還要再取消一次,因為它取消兩次 有沒有,取消兩次之後的話 點一下之後的話 才可以 填入與背景同色 這邊的話 右鍵這邊有個叫做 圖案的部分 那背景的部分,背景是哪一個顏色 這一個 按一個白 與背景同色 背景色 背景色 背景色是哪一個呢? 所以我們這地方的話 它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不是海洋漸層的顏色 背景色,所以我們要知道背景色是哪一個 按右鍵 背景,有沒有看到 這邊,這個顏色 這顏色是什麼顏色 其他色彩 128 128 128 所以這個顏色是128 128 這邊有個 其他色彩 自訂這邊有一個 128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或者你直接填入藍色也可以 那這個地方選擇背景就好了 不用再去找了 背景,然後按一個確定就好 這樣的話背景色就對了 其實兩次的 取消群組 然後最後這個地方 記得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背景 直接選擇背景就好了 再來的話 兩個腳踏車 前後輪要填滿這個 所以兩個一起按 按Shift鍵 兩個就一起選取 兩個一起選取之後的話 我們就用填滿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 按右鍵也是一樣可以填滿 按右鍵這邊有個填滿 那填滿的地方的話 它要選擇什麼呢 它要選擇一個漸層 所以這個地方有個叫做 填滿效果 有個漸層 漸層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叫 這個預設的 預設裡面有個叫做海洋 預設的海洋 海洋裡面的話要什麼呢 叫做右斜 右斜這個地方 選擇右斜 然後左下 左下是這一個 有沒有 右斜左下 往底樣式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加上外框 外框 先選擇樣式 先選擇外框的話在這裡 就是線條部分 線條部分的話呢 它要先選擇什麼呢 黑色的 黑色的 所以你要選擇黑色這一個 然後它的 這個樣式 它沒指定 黑色3pt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改成什麼 3pt 這樣就可以了 按一個確定 就OK 好 第一題完成 第二題的話呢 前後輪 前後 這個前後車輪 與動畫 同時 一起往前方向 原地 旋轉 所以 與前動畫 那怎麼辦 按右鍵 制定動畫 這地方特別重要 右鍵 制定動畫 會出現這個 然後呢 選擇什麼呢 同時一起 所以一起進入什麼呢 叫做什麼 其他效果 應該會有一個叫什麼呢 陀螺 陀螺轉 有沒有陀螺轉 找一下動畫裡面 陀螺轉 在哪裡 陀螺 陀螺轉 陀螺轉 那這裡的話呢 就強調裡面有一個叫 陀螺轉 陀螺轉 這個時候就會轉 那轉的時候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要什麼呢 360度 逆時針 所以這個地方 它要做一個設定 設定的方式 叫什麼 開始 與前動畫同時 一定要選 與前動畫 然後呢 360度 逆時針 所以這個地方 逆時針 360度 逆時針 旋轉 那速度的話 是中 並且呢 重複三次 強調動畫效果 重複三次 特別注意 點這邊一下 這邊有個叫做 效果選項 預存時間 裡面有個叫做 重複 三次 預存時間 裡面有個 重複三次 的動畫效果 好的 按確定就好了 兩個要同時選 然後一起 一起改才可以 一起改 因為有兩個 輪子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完成了第二題 第三題的話呢 再投影片二的地方 二的地方 怎麼樣做 摘要 自動產生摘要 那我們怎麼自動產生摘要 特別注意 後面從第三到第八 按Shift的鍵 這樣就選取了 那選取之後的話 如果說 你要產生摘要的話 你按下這個 偷影片瀏覽模式 特別注意 在這個地方 有個偷影片瀏覽模式 有沒有 然後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個叫做 偷影片摘要 的一個按鈕 會出來 預設是在這裡 偷影片瀏覽 這邊有個叫偷影片摘要的 那如果沒有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要檢視工具的裡面 去找一下 偷影片瀏覽的地方 然後選擇偷影片摘要按下去 那你會發現 這地方呢 會出現 會有什麼變化呢 放這裡好了 你會發現 在這個地方 會產生一個新頁 摘要在這裡 把它Ctrl Z好了 好 記得就是說 先選擇 第二頁以後的 第二頁以後 然後一直選 按Shift鍵 選到第八頁 選好之後 按下這個 有個叫做 投影片摘要的 好 那你會發現 第三頁就會有個摘要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切換回去 一二 更正一下 這邊 一二 三 所以三 按住 Shift鍵 點八 投影片摘要 好 那這樣的話 切換回來 你可以看到第三頁這邊 就有個投影片摘要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定有六張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摘要的部分 但是要更改一下 這個上面的名稱 要叫 Summary S-U-N-N-A-R-Y 好了 以後的話呢 要設定什麼呢 它的字形 Area 字形 然後 出協體 出協體 就可以了 好了 以後的話呢 出協體完成 OK 再來的話呢 以 第四題 以這個圖片 再來就是 作為投影片摘要的符號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 選取它有沒有 按右鍵 然後呢 這個符號 圖片去找一下 C疊 匯錄一下 匯錄C疊底下 會有一個圖檔 叫做 PPD 這個 USCF 這個 這個 確定 再按右鍵進去一下 是不是150 不是 150 我們自己輸入150 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設定 至第三章 第三章在這裡 第三章到第幾章呢 最後一章 設定第三章 誒 誒 誒 所以應該是誒 從這邊到最後面 按SHIP的鍵 然後再做一個動作 什麼樣呢 行距 格式 這邊有個叫行距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喔 行距這個時候是沒辦法點 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喔 這邊不是有個叫 旁邊不是有個標籤對不對 按下去 改成大鋼 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可以 所以一定要改成大鋼才可以 投影片大鋼兩個切換 行距為一行 然後呢 前段距0.5 然後段落之後 這樣0行 OK嗎 按確定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 另存心檔 PPA 02 按儲存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閉了 關閉之後的話 來評分 回到這個地方 評分 第二類的 第四體 按執行評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評得滿分 好